每日福音 那时候 耶稣向门徒们讲了这个比喻说 天国好比一个家主 大清早出去 雇工人到他的葡萄园工作 他和工人讲定 每人一天一个隐蔽 就派他们到葡萄园里去了 早上大约九点 他又出去 看见街市上有人闲站着 就对他们说 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我会给你们合理的工钱 他们就去了 约在正午和下午三点 他又出去 照样雇了工人 大约下午五点 他再出去 看见还有人在那里闲站着 就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整天站在这里不去工作呢 这些人说 没有人雇佣我们 他对他们说 那么 你们也进葡萄园里去吧 到了黄昏 葡萄园园主对管家说 叫工人来 给他们发工钱 从最后来的开始 一直到最先来的 那些下午五点进来的人来了 每人领到一个银币 那些最先的人来了 以为会多得一些 但每人也只领到一个银币 当他们拿了钱之后 就埋怨家主说 那后来的人只坐了一小时 而我们整天在烈日下劳苦 你竟然把他们与我们同等看待 家主回答他们其中的一个人说 朋友 我没有亏待你 你和我不是奖定了一个银币吗 那属于你的 你拿去 走吧 但我愿意给那后来的 和给你的一样 难道我无权照自己意愿 用那属于我的东西吗 还是因为我好 你就嫉妒呢 所以 那后来的将要领先 那再先的将要落后 在今天这故宫的比喻当中 我们看到天主慷慨和慈悲的面容 他对人生活的各种不如意境况 非常敏感 例如失业 就是一种不如意的境况 人倘若一天没有工作 就意味着 可能当天全家都没有食物吃了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 不断地邀请工人工作 实际上是要供给他们所需的 而到了当晚要付工资的时候 耶稣也颠覆了人的一切计算标准 天主的计算方法很独特 他所在乎的是人及其需要 他并没有付给他们工作报酬 而是为他们及家人提供生活所需 天主愿为所有想进入天国的人 随时打开大门 而对所有以爱和喜乐工作的人 则赐予惊喜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在听完今天福音之后 对您有着什么样的启发呢 每日聆听圣言 开启喜乐泉源 今天的福音就进行到这儿 感谢您的参与 每日福音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